哈喽,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美式西芙芦蛋糕,也叫Zucchini Bread 首先我们来把材料准备好,并把烤箱预热至350华氏度 然后我们来处理Zucchini 我是直接用这个叉子把它擦成丝就可以了 总共是三杯左右 先把它放在一旁备用,看这个是四状 然后在一个大碗中打入三粒鸡蛋 加入白糖,两杯,你也可以用一半的白糖一半的红糖 这样的话口感会比较丰富,今天我用的全部是白糖 然后加入两勺香草精,这个是我自制的香草精 你也可以用买的那种香草精 把所有的液体混合均匀 和此同时,我在微波炉里面加热这个黄油把它融化 这个黄油是热的,我们分次把它加入到蛋液里面 把所有的液体混合均匀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Zucchini加进来 翻拌均匀 看这是这样的形状 然后我们就来准备干的材料 我们把泡打粉放入的 事先准备好的三杯面粉里面 我用的是普通的面粉 一小勺的盐 一小勺的 苏打粉 鹁柳皮 一些细的CINEMON POUNDER 这个是肉桂粉 把所有的粉类 搅拌均匀 混合 然后我们就把它加入到蛋液里面 搅拌均匀 用翻拌的手法 然后我们 最后我加入一些 核桃 这可以加 也可以不加 我个人比较喜欢吃核桃 这样的话 这个蛋糕的口感 就会非常的丰富 搅拌均匀以后 看起来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还要 往里面加一些 蔓越莓干 刚好手头上有 你也可以加皮子 然后把它放进到 准备好的蛋糕膜里面 把它整理均匀一下 然后烤箱 预热到350华氏度 我们就把蛋糕 放进烤箱里面 在中层的烤箱 我们这里烤40分钟 40分钟到了 我们检查一下 用竹签 插进去 看看还有没有 带出来一些 这个蛋糕的酱 如果这竹签是 带出来是干净的 就表示这个蛋糕 已经烤熟了 我们先让它在烤膜里面 待放凉 大概10到15分钟 我们再脱模 这样就比较容易脱模一点 你看颜色多漂亮 金黄金黄的 好 我们现在来把这个 猪猪蛋糕来脱模 用架子压住 然后翻转 这样就非常轻易的 把蛋糕脱出模了 你看一点都不粘 非常的香喷喷的 整个厨房都香喷细意 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在架子上 放凉 然后就可以切件 一次做了四个 一下子吃不完那么多 我们可以放在那个 保鲜袋里面 然后放冰箱冷冻 这样可以放 两个三个月都不会坏 吃的时候 直接就把它放到冰箱里面 回温 这样就可以直接吃了 你看 非常的松软 香甜 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